彩霓 這要出 Safety emptan Chy 什麼 等一下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對不起 没有啊 外面什么都没有啊 而且你看好疯哦 对啊 他刚刚是 啊 啊 啊 我不讲了 然后再讲到这个就一直被攻击 不好意思 那边啊 你看这边是他们的冠军室 位置好小 始终受到灵体捉弄的尖兵 搜索行动一直不顺利 是因灵体感受不到尖兵们的真心诚意 对人类失望 以致盲目的攻击吗 那这边 那我怎么要这样绑着 不晓得是为了一个动物还是怎样 会不会是那种陷阱 就是抓到我们的陷阱 可是他们都被关在身处实验员中 怎么要做陷阱 也许他还要抓其他的动物啊 怎么了 他这样讲到底是我们讲错了还是怎样 我们好像只要讲到有关于实验的东西 他们就会很生气 对啊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帮你看好了 等一下 Peki你刚才说觉得哪里比较古怪 哪里比较古怪 你刚才站在哪里比较古怪 那应该是那一间吧 因为刚刚好像是那种动物很生气在敲击那种声音 你说这个这个密室是不是 对这个密室也不算密室啊 那是一个房间 这一间不是不是是这个 这一间 对 看这样子好了 我们在这边做空景实验 这边做空景实验 看是到底那个刚才那些声音是 到底是动物里还是那些有名动物外人 可以好 好 我们现在啊就在我们刚刚搜寻到二楼的地方啊 其实这个房间啊 不知道为什么它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是因为那动物的关系 还是因为那死掉流浪汗的关系 它让我们很大力乖 而且它在里面很用力的这样敲击 你知道吗 那我们现在是想看到说里面 到底是那个死掉流浪汗 还是那个动物里 不瞒我们去打扰到它们 我们先看看 先来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东西这样 枉死的动物灵体 在夜市DV8的感应下 又会出现何种灵动画面呢 此前被淋虐的记忆不断重复 请您一定要仔细观看以下的画面 将有不同于以往的灵界感应 刚一个宝 不是 还有一个光 是不是 还是什么 不晓得 什么 刚刚一个东西跑出来 白白的 不知道啊 怎么会这样子好奇怪哦 会不会是 可是我感觉好像 对 会飞啊 会到处飞 怎么这样子 不是 我这样子 我搞不清楚 到底要讲它是动物呢 快跑就飞出去了 起开了 起开了 好 走 空警实验中 灵体仿佛惊慌失措般 大量往外流窜 似乎并不愿意在此多待一分一秒 就在军兵们网上搜索查明真相时 又遭受一连串的阻碍阻止天兵进入属于他们的领域 不难想象当时动物所受的极度痛苦一身入骨髓抽离不了 被怨念扭曲的灵体色师理智 这已不是一般的建筑空间 是被怨恨占据的各类动物灵体所占领的灵异空间 小心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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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时间让我们看一下 对不起 什么 哦 床垫 是这个床垫吗 刚刚那个床垫 对 对 它刚刚好像是立起来的 对 它现在整个好重 我本来追得到 它不够起来的 它不够挂在里面 对啊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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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肩兵们不断遭受灵体的戏弄 恐惧的灵界值不断升高 仿佛就要决击 仿佛就要精神崩溃 无法再承受更加剧烈的灵动现象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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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Monkey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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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因为先入为主的观念 因为这一集 我们开始讲 是到了一个动物的疾病防治中心 对 对不对 所以呢 我把我整个注意力 一直放在整个画面的 稍微靠下部 看看会不会找到一些 那种动物林 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 我是觉得地板上面 仿佛就好像是那种 有放那种薄回尘干冰一样 有雾雾的感觉 对对对 它有那种雾雾的感觉 这样不停地来回流窜 那因为它是好像那种 雾状的那种感觉 我也分辨不出来 它究竟是猫 狗 蛇 鱼 它刚刚不只在地上 它在半空中还有一个白影 对不对 这样飘过去 对对 空情部分 你们那天去那边 除了一些这种特殊怪声音之外 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两条腿 甚至是脚 毛毛的 被抓 被咬 就是像被小动物那样攀在那边 在那边蹭一下 或者是咬一下 有 会啊 有啊 会这样子的感觉 有 但是像小雨也会有嘛 他就是说会有东西就这样 这样子一直趴在你那边 就是要不要就是过去这样模拟一下 像猫不是这样走 对 要模拟一下这样子 可以撒娇 对 你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有 会有啊 你如果 像人往生之后 你都会可能变小 或是变大 不同的那种形状出来 那那个动物它往生之后 会不会也变成 比如说变成鬼影啊 比如说会怎么样 变不同的形状出来会不会 其实还好 它还是那个动物的形象 只是我们在家说 它是不是就一定在下面 其实就不一定了 因为我们知道说 比如说当我们人往生以后 其实人本来就不会飞啊 可是当你的意念开始 因为你没有肉体之后 你只好完全靠你的意念 来做行动的时候 你的意念就可以决定 第一个 你要去的位置 第二个决定你要 比如说我要去的高度 就由你自己来决定 老师 那像人会抓交替有没有 那动物会不会抓交替 因为那动物抓的交替是人 还是动物 对…你把 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讨论过 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越讲 因为你看那个流浪汉 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睡觉 它流浪没地方去 然后他睡一睡离奇的死亡 那会不会就是 有可能是动物要找交替或什么 我是很好奇这样的问题 那样是那个流浪汉 被一个什么黄金牧羊犬抓交替 比较还好 万一变成乌龟抓交替 我问这个问题是有理由 因为一般我们如果死一只动物 两个动物就算 它是死很多 而且都皇死的 对吗 其实一般来说 动物倒是还没有那种 抓交替的那种 因为毕竟来说的话 我们把这个人的零 跟这个动物的零 还是有区分 它把它分成三等 第一等的话就是最单纯的 那它的它就是单方向在走的 像蚂蚁这一类 蜘蛛这一类的东西 对 那第二等的话 像鸟类兽类这一类 那第三等的就像我们人 那是属于最高等的 所以有三条零 我们人就有所谓的三魂气魄 三魂 那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像他们比较稍微 比较低等的零来说的话 比较没有那么复杂的思考 比较没有那么复杂的思考 只有人比较会有这样的 全新的一个思考方向 全新的一个话题 到底动物往生之后 跟我们人的情况 是不是有点类似 很新鲜的一个话题 对不对 到底林依杰明继续搜寻 还会有什么样子 更动大的发现 赶快来看看 林依在前线的独占鬼迷 更加出乎意料的搜索行动 将带给您更多的精手画面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这种人是否还要给您了 像是否还要给您了 如果您还要给您了